入口处也是同样的状况 还有往SLE方向就在转入BKE方向的SLE出口处这边 也有车子抛锚 BKE往WALANCE在WALANCE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拥挤的 也要提醒你在KPE往MCE就在ECP的出口处 也有车子抛锚的状况 今日下雨天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 请你要格外的小心多点耐心哦 约3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约3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也只望我留情 也只望我体会 爱不思念 弄重了你爱你 快乐的声音 没想到 约41004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约31004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约31005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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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喝 今天生活又大掉呢 問你的是 你要不要像這個只有六色的小朋友學習勒 因為呢 他每個星期二呢 都會為公寓的住戶呢 進行這個垃圾分類 你怎麼看呢 在Facebook方面呢 我們看到了舒怡的留言 他說呢 他到處覺得自己的警覺性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一個人呢 想要拯救這個地球的話呢 他會很情願不求回報呢 去付出他的時間啊 他的真心 嗯哼 那再來最後呢 Jack他說呢 他選擇Ehouse 他希望呢 他不會三分鐘熱度 呃 就是像我們那時像4一樣 做不久啦 叫他fighting繼續加油下去 其實話說回來 環保這件事情呢 還真的不太容易解釋 因為今天在新加坡呢 我們沒有一個整體的文化 如果你去韓國啊日本啊 甚至在歐洲的話呢 他們其實在家裡就做好環保 我記得有跟你說過我的朋友的家 我們去大家 然後就喝酒 不會很多玻璃瓶嗎 嗯 你就想說欸 就放起來就拿去丟啊 他說不行不行 我們要收了 因為下個禮拜我們才會去那個油站 把這些瓶子全部帶走 哇 所以你看他外面就在廚房的一個角落 就多一玻璃瓶耶 哇 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家中開始 就進行這種垃圾分類 對 像我們從我現在 今天晚上回家就要放 就是掛很多不同的那個 垃圾袋的顏色 現在不在這方面呢 其實在近幾年來說的話呢 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這個進步了 我真的有聽過好多的朋友在家裡呢 都在積極做這個垃圾分類 六歲的小朋友有這樣的一種 為環保盡力的動力喔 你怎麼看呢 選擇選項一的朋友 我覺得說呢 讚 小小年紀呢就關心環保 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朋友 選擇了這個選項喔 我覺得他小孩做得很好 就是希望他會一直扭散 步步應該也是非常環保的 所以他才會激發他孩子 馬來西亞 每個星期六都是沒有塑膠袋的 四大再停止 如果你要shopping的話 你要直接飛散 所以養成一個全國都會知道 然後星期六的巧克力館 沒有拿補帶 其實全國性的運動很重要 是啊 就是新加坡好像也是吧 就有一些零售商店 對啊 你就是 他就不會給你塑膠袋 如果你要的話 可能要額外付費 或什麼之類的 對我記得 我在台灣應該在一個書店 然後呢 就買書的時候 他就問你 你要紙帶嗎 然後他就 其實他是鼓勵你不要紙帶 對對對我記得 因為到台灣那邊的時候 就是 如果你要塑膠袋的話 你要額外付費 然後說 那邊過去我放我的包包裡面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呢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帶一個包包的話 半年來要不要走 選擇選項2的朋友說 交得真好 應該給父母一個讚 有15%的朋友選擇了這個選項 而選擇選項3的朋友呢 有28%的人 覺得說 慚愧應該向他選擇啊 當然有點慚愧 因為我覺得 嗯 其實自己沒有在很積極的 做環保這件事情 所以 當我知道 連一個6歲的海蟲 都 想要為環保 盡一分力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也很不如他 我有嘗試做過的環保 就比如說 把自己不要的衣服 捐出去吧 其實 很慚愧的 主要就是 想要把 幫幫幫忙 走了 走 走